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 你就离得不够近 为了实现近一点 再近一点 我设计的野生动物远程控制拍摄系统 今天总算大功告成 经过测试各项性能指标 基本上符合我的要求 为实现无扰化拍摄又进了一步 五年前 为了拍出野生动物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活动视频 我提出了无扰化拍摄的一个设计思路 在我多年的野外拍摄中发现 人是野生动物最惧怕的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手段 一个是利用红外相机 它能够实现无扰化的记录 缺点是视频质量不好 作为电影级别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再就是采用超长焦距的镜头 比如佳能这一支50到1000毫米的电影镜头 就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最佳利息 但是将近5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非一般人所能承担 我目前研发的这一套拍摄设备具有这些特点 采用了索尼的FX30电影机 两张卡槽 有散热风扇 还有动物和鸟的AI自动对焦 200米的无线图传和拍摄控制 可以实现拍摄机位的旋转和抚养控制 无线图传一开始采用了大疆阴眼图传 好处是在正常情况下 可以直接控制相机的快门 但是这个产品是早大疆早期的技术 固件一直没有更新 经常是无法实现相机的控制 好的 我女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派上的用战 智讯隐谋NANO 它具有20个dbm的发射功率 在野外具有稳定的200米的传输距离 不到0.06秒的传输延时 为了实现相机的快门控制 我采用电磁铁来完成这项工作 好处是力度合适 而且是垂直运动 然后用无线遥控器来控制电磁铁的吸盒 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相机的云台 购买了淘宝的一个无线控制的电子云台 缺点是无线控制的距离比较短 我公司的工程师帮我改制了 放大气的功率和天线 能够在300米内可靠的控制云台的动作 相机长时间的工作需要确保电池的电量 而在这种拍摄下 是不可能去频繁更换电池的 所以用了一个假电池供电 好在这个假电池 在索尼FX30上面得到了认可 为此还买了一个有引线缺口的电池仓盖 在实际应用中 这套设备放置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调整好平衡和位置 用人造的花草遮蔽好设备 打开总电源开关 拍摄者在150米以外的地方躲在伪装的帐篷里 在手机里用自信的APP 观看图传发来的相机图像 有一点要注意 索尼FX30的菜单里面 HDMI的信息显示一定要打开 这样可以观看相机的所有信息 特别是相机是否在录制中 电子云台根据需要调整镜头的姿态 使备射物在画面中 然后遥控相机的快门进行拍摄 这套设备的电源是重要的部分 它要确保相机、电动云台、无线图传 等部分长时间的供电 我用了将近200瓦功率的18650的电子组 可以实现至少6个小时的拍摄 基本上可以满足一天的工作任务 我们来说说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现在的可调云台带负载的能力有限 需要改善 第二,相机的存储卡容量不够大 长时间的录制 需要大容量的存储卡 第三,虽然该套装置可以完成基本的拍摄任务 但是还缺乏精准的相机控制跟调整 大疆的DJI Transmission 就是比较现成的配套产品 它可以完成相机的很多控制与参数调整 但遗憾的就是价格太贵 还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 那就是索尼正式发布的 Kymro Remote SDK的软件开发包 可以对索尼相机进行远程控制和设置更改 这个研发有点难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一起来完善 我马上就要去三江园拍摄野生动物 对这套设备进行实地考验 到时候我再向各位汇报拍摄结果